最近政府打算把網絡上網民的創作 甚至網絡惡搞作為一種侵權行為 其實網絡惡搞本身背後 正正反映社會上一些政治、社會 甚至經濟上的一些毛病或弊病 透過一些惡搞的手法 表達市民的意見 但政府以網上惡搞作為侵權行為 希望進行禁止的一種做法 不單止騙殺了網絡創作自由 更加重要一點就是 政府希望透過叫清潔這個網絡 希望再一些反對、批評的聲音消滅 其實不單止是不應該 更加重要一點就是 其實這種這麼退步和這種這麼無知的做法 其實更加會激起網民的反抗 更加會用一種更加激… 可能亦令到有些人會用更加激烈的手段 去表達不滿 所以當網絡惡搞其實是一個很好的方法 去宣示市民對政府的不滿 又或者令到市民對政治、社會意識增加的時候 這個條例其實最終都是有害而無益的 所以希望考慮會不會推人這個法例的時候 真的要考慮這個網民、市民的意見 希望再將這個法例撤回